吉安乡八年一次的阿美族勇士成林里 从七月份在各部落陆续的展开 青年们在历经长达一星期的课程训练之后 正式进入了马愣愣的考验阶段 清晨四点天还没有亮 青年们就已经在部落集合 要抢在太阳升起前抵达东方的太平洋海岸 这不仅是对于自我的挑战 更是家族的荣耀 吉安乡八年一次的阿美族勇士成林里 从七月份在各部落陆续展开 全乡十九个部落约有170位12岁至20岁的青年 将在今年夏天受接转大人 并且必须历经为期一周以上的文化成长课程 学习传统技艺 阶级文化 了解部落历史严格 磨练野外求生技能 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啊 像扫网啊 捕尿那些的 很多东西是在外面学不到都在这边可以学 很开心啊 都学到以前不会的事情 就是像以前跳舞都乱跳一通啊 然后在这边有学到比较传统 整个课程是希望让年轻的一辈 能够知道我们部落的过去 因为他们未来是他们的 刀是我们的肋骨 手环是我们的责任 青年们在历经长达一周的课程训练之后 正是进入马人刃的考验阶段 清晨4点天还没亮 青年们就已经在部落集合 要抢在太阳升起前抵达东方太平海岸 这不仅是对于自我的挑战 更是家族的荣耀 勇士成年里进阶的记忆 遵照部落的传统 我们办理了两场 希望能够非常到位在整个部落 记忆文化传承 还有今天最重要的 勇士进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今天看到了 接近200位的孩子 从半夜的三点起床 5点开始跑步 各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以及体能的训练 未来的胜利军 就从我们的阿拉麦 8年一次 63年一个巡回 才会得到的这样的荣耀 恭喜他们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吉安乡的阿美族年龄阶层 共有9级 每一阶都有专门的名称与意涵 依序排列循环使用 而今年则是轮到阿拉麦 年龄组织是阿美族 中最重要的社会制度 再再提醒青年 不可忘记祖先智慧 需好好尊崇 以传承部落文化 记者许丽琴 简想报导